来 谢谢烤猪烤猪卷喔 老板热情招呼 但游客目光全在这只猪上 烤乳猪外皮烤得焦脆 大字形横躺在摊位 夜市里新噱头卖起烤乳猪 走过路过都要拿起手机 拍照留念 会新奇 怎么说 因为没有看过他摆这样子 一个猪在台面上这样 蛮少见的 第一次看他 会吓到 会吓到 就是觉得突然有一只猪 有点东西 他会想要 不会 因为就 感觉有点怪怪的 一刀切下脆度能听得见 不止烤乳猪切盘 烤乳猪卷饼加入洋葱配料 也是一种吃法 摆摊在夜市卖 披一只猪最高一万三千元 卖一只大约三万元 平均两天能卖完一只 愿允收十万元没问题 新噱头凭加萌 除了总店摆在基隆庙口 台北市林夜市和台中逢甲夜市 也能买得到 处理完以后 在金窑里面 少超 以重量来讲的话 都超多四到五个钟头左右 烤乳猪得花不少时间 但总店通通帮你烤到好 想加盟不用钱 但批货也有分重量 六十斤的猪 基本价九千五百元 超过六十斤 一只最高一万三千元 器材也得自己准备 油炸锅一台两千元 烤箱一台九千元跑不掉 器材费加一加超过十万 零零总总加盟钱得准备十一万元 夜市最新噱头 烤乳猪不用加盟金 还有专人帮忙烤 成为夜市开店新选得 三轩无形务 许王章张家轩黄静 最后报道